第26題 他說皮球從自由落下 著地之後又反跳 若我們取向上為正向下為負 他的VT圖要畫成怎麼樣子 那麼皮球開始自由落下 他是往下掉 所以呢他的速度是向下 所以為負值 所以一開始的速度應該為負值 而不會為正值 那我們的C呢 一開始是正值 珠也一開始是正值 所以呢C跟珠呢 都是錯的 那麼著地之後呢 球會反彈向上跳 所以呢這時候呢 向上為正 所以速度要變成正值 而且我們知道他一開始的時候是比較大 然後呢越往上衝去越慢 最後到達最高點停下來會變成0 然後再繼續的往下掉 所以呢後半段的呢 他的 速度呢應該是正的 那麼A的選項呢 這後半段的速度還是負的 所以呢A選項也是錯的 所以答案B選項才會對的 而且他們顯示的很正確是 一開始往上跳的時候的速度呢 會比較快 然後越來越慢 到達最高點的時候呢 速度會變成0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 我們答案呢 應該選擇的是 B選項 B選項的圖 才符合我們的要求 所以第26題的答案呢 我們選的是 直筆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